一个恶门般的小镇会困住走进来的人 每到深夜还有无数的恐怖怪物出没 或许这里就是距离地狱最近的地方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联,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继续说科幻宣誉剧《梦影绝战》的第七局 随着不断解开的谜题,故事也越来越吸引人 当然距离最后的真相也越来越近 前面六节的解说在下方合集或者留言区可以找到 这里我们就不做回顾了 上节的结尾那面胡子哥来到了楼上 既然想和外面的怪物妹子约会 这简直是要搞事情啊 而黑伦小哥这边的殖民地今晚准备绝变一场庆祝会 本来这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但因为那面胡子哥的行为 让我觉得后面肯定要出事 另外一遍,神父找到了警长想和他说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正好警长也有事情要和他说 也就是他想要去森林深处看看 当然比起神父的事情,他的事不算很震惊 看过第六集解说的应该都记得 莎拉被神父囚禁在教堂的地下室 莎拉可以听到那些东西的声音 为了让大家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 他杀了不少人 神父觉得可以通过莎拉找到回家的办法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被他买起来的包裹 里面有酒,有带血的衣服,有一盒糖果 他将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但除了他因为大意 让一个可爱的男孩被酗酒的父亲给害死了 神父生气的干死了对方的父亲 如果自己当神父不能拯救他呢 还有什么意义呢? 绝望的他,聚众也就来到了这个小镇上 而他刚来到小镇的时候 把这包东西给埋了起来 没有想到被那些东西给看到了 然后通过莎拉传达了出来 所以神父觉得要离开这里的话 需要莎拉的帮忙 至少他可以作为沟通的桥梁 一开始警长升起了举枪 但最后还是放了下篮 现在小镇上已经死了不少人 神父可不能再没了 也就在两人善良者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 殖民地那边的晚会开始了 原来他们是给卷发姐庆祝的 当然这还是其次的 主要是黑人小哥因为顽固母亲的事情 和一位大叔起了点争执 最后先上楼休息了 本来晚上大家只要老老实实的呆在屋子里 就不会被挂给协金 可那撒不垃圾的胡子哥竟然爱上了外面的女怪物 女怪物说我要和你告别了 因为你不让我进来 我在想你要是进来了 这里的人不得全挂了 但沉浸着爱情中的人都傻傻的 胡子哥也不力挽 既然真的打开了窗户 然后对着女怪物就是各种亲吻 和小儿子最后不仅舌头被扯掉了 还看到了屋子里的其他人 此时更多的怪物朝着屋子这边走得过来 男主的女儿因为无聊 最后来到了卷毛哥的房间 他觉得就这里最安静 当然也想从这里知道一些关于小镇的秘密 因为卷毛哥是小镇上待的最久的人 但卷毛哥支支吾吾的似乎不想多说 而且帅小哥在餐馆老板娘当初给他的书本中发现一张老照片 照片中竟然有幼年时期的卷毛哥 显然这一切的谜题还是回到了卷毛哥的身上 此时前路的怪物们已经开始准备行动了 第一个照样的肯定是胡子哥 第二个就是之前很喜欢拿别人衣服穿的胖妹 胖妹还没有叫出来就已经凉凉了 而在楼下哈皮的住人并没有发现楼上的异常 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不少人都被袭净 只有少数人逃了出来 而男主的女儿因为和卷毛哥在一起 从楼上顺着绳子爬了出去 然后卷毛哥带着他进入到森林中 让他爬到之前和弟弟一起发现的那个树洞中 进去前卷毛哥说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弟弟比赛开始了 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估计只有弟弟才知道他和卷毛哥的一些事情 妹子进来后似乎来到那个类似地下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他到了哪里 而此时被困在屋子里的还有黑人小哥以及卷霸卷 得亏门上还有护身符他们关在了一个小哥街内 怪物似乎没有办法冲进来 不然真的要凉凉 当然那些来不及逃出去的或者在外面乱跑的结局可想而知 毕竟怪物就是在网上出没的 此时还在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做的警长和神父 听到了外面的汽车喇叭声 骑马跑得出去 原来是胖大妈将能送到了这里 说那边出事了 而神父因为往一步进去 听到有人叫他转过身 被挂一巴掌给抓破了喉咙 虽然警长开枪设计挂武 但挂武根本打不死 他们只能先躲在屋子里 神父其实一直想要带着大家离开这里 可他的计划还没有实行 最后却挂了 到这里第七节的故事就结束了 显然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现在很好奇 男主的女儿所缺的速度 到底连通到哪里 而卷毛哥去哪里了 他是否还活着 此时不知情的我估计 就是男主和妻子了 他们还在忙着第六节 那时候留下的遗忘 为什么正常的屋子都没有定性 却能让电灯亮起来 所以才想着挖开地下 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不过已经挖了很深 还没有发现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 而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都莫名被困在这个地方到底是因为什么 那些能幻化成为人的吃人怪物 又是何方神圣 我越来越好奇剩下三节的故事了 等更新了会分享给大家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